拥有比偶像更亮眼的外貌 有者能做就不战 能躺就不做信念的他 这集你不知道的明星故事 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 号称K-POP最美舞者的 NOJAY 1996年2月12日出生 本名卢智慧 过去他曾梦想当时装设计师 艺术总监等等 但有看到电视中舞者的表演 不自觉就陷入了舞蹈的魅力之中 但因为他的身体不好 所以父母非常反对他学舞 无法到学院学舞了他 就只好看着电视自学 最后考上艺术高中 拿合格证书给父母看 也获得了许可 他的外貌非常漂亮 许多人看到他的第一个想法都是 为什么不去当偶像 就读艺钩时 有很多朋友问他这个问题 当时是他的老师的 Honey J也问过 你长这么漂亮 怎么没有想去当艺人 从小外貌就非常亮眼 在学校就有很多粉丝 也有许多人邀他去当练习生 周遭那么多人都提议要他去当偶像 说不曾动摇是不可能的 不过他认为 当偶像练习生 能否出道又是一个大问题 出道后的发展也非常不确定 自己已经选择舞者这条不太有保障的路 但又要再挑战新的选项 也让他感到更害怕 而他真的非常热爱跳舞 也觉得舞者职业非常帅气 因此他也没有参加过任何练习生争选 坚持跳舞这条路 梦想就是要当舞者 他的本名智慧 因为太常见 因此自己没有很喜欢 而他的活动名是由本名延伸而出 把他的名字念快一点 读音就是NoJ 从学生时期 朋友们就这样叫他 自然而然就成为他的活动名 梦想当舞者的他 高中毕业后 就在SNS上传许多Cover舞蹈 尽力地展现自己 看到他舞蹈实力的机口 就亲自联络上他 并开始合作关系 之后他就开始了舞者活动 同时他也在学院担任 帮学生准备一高考试的讲师 2019年自组三人舞团 威碧 并以队长身份活动 在出演综艺 街舞女王之前 他就已经获得许多人气 2020年他担任 以solo活动中的Kai的伴舞 就在偶像论坛中 出现了一篇文章 标题是 Kai旁边的漂亮舞者 他的知名度就快速在 粉丝群间传开来 之后还出现了他的直拍影片 点击数还相当高 而原本他instagram的追踪数 只有一万人左右 爆红后瞬间飙升到 超过60万人次追踪 受到了高度的瞩目 虽然人气和知名度变高 是件开心的事 但另一方面只要想到 大家是因为他的外貌 而不是舞蹈实力而关注他 就感到有点难过 2021年他也帮shiny的 Don't Call Me 派名的Advice伴舞 人气持续上涨期间 就收到了街舞女王制作组的 参赛邀请 收到街舞女王邀请时 他先是拒绝了 因为要在众人面前不以外貌 而是要以舞蹈实力来证明自己 就让他感到有些忧虑 不过之后他也明白了 要打破大家的偏见 就必须用自身去证明 所以最后他就决定要出演节目 而原本威比只有三个人 为了要达到节目所定下最少人数标准 就又加入了两名成员 成为五人组舞团出展节目 而在节目中都要展现出强势的面貌 但是私下却又容易害羞 又比较温和不喜欢竞争的他 其实在节目中都很努力 在虚张声势 而他的努力也被眼尖的观众看出 街舞女王第二集公开的任务中 各队队长们要编黑妈妈的舞 其中他编的舞就被选中 不仅编舞被选中 还被选为主舞 刚开播没多久 就成为中心人物 受到了高度的关注 霸气又俐落的舞蹈 也被许多人模仿 不仅粉丝就连艺人们也都争相模仿 在抖音上也掀起了一阵黑妈妈挑战 而之后他们上各大综艺节目 也都一定会挑上一段 这也成为街舞女王最经典的编舞 原本就有人气的他 出演街舞女王之后 更是获得了爆发性的人气 他接到了许多的广告邀约 而不止广告出演邀约增多 他的身价也跟着水涨船高 广告出演费从韩币200万元 直标到1亿5000万韩币 直接暴增了70倍 而他的Instagram这种数 也从原本的66万人 暴增到超过270万人 他出演了李承煥的新歌 How Come的MV 不是以舞者身份出演 而是首次挑战演戏 他从没有演戏经验 而跟饰演队首戏的永胜佑 也是第一次见面 对一切人事物都感到非常的陌生 因此他也表示感到很困难 而第一次演戏 就挑战演出扣人心弦的哭戏 他也展现了跟舞台上 完全不同的面貌 让人看不出原来他是位舞者 意想不到的好演技 也引起了不小的话题 最近他也单独出演了 综艺节目和网络节目 节目中更是散发出 强烈个人魅力 除此之外 他也和其他队长们 一起在学生版的 捷舞女王中担任评审导师 这是捷舞女王 所延伸出的节目 由高中女生 组成的舞团 争相成为最优秀的少女舞者 其中捷舞女王的队长们 都带着各自两位舞者出演 延续了捷舞女王的高人气 首播也获得亮眼收视 未来的发展令人非常期待 以上就是这集 你不知道的明星故事 介绍给大家的 比偶像更漂亮的舞者 诺姐 如果有想要认识的明星故事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也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集见 安拥